我先讲一下两个问题 我刚记了一下 为什么从2号和10号之间 我投了10号当那个警长呢 因为我觉得2号巧舌能辱皇 好吧 而且我觉得他也能做出来 就是三个人反对 他说不我就要 但是我觉得笑哥做不出来 这个对我的威胁并不大 然后其次呢 我就是一个铁平民 什么都没有 如果大家信不过我的 我可以一块死 但是我是普通平民 首先我记了一个 投一的理由 这边是不是挑预言了 挑预言是不是跟着预言打呀 他跳了那边是个狼 铁出他吧 把他那条命耗掉 然后女巫救他 他这一轮再验一个人 再带出来一轮信息啊 我觉得2 6是比较明朗的吧 可以先出我再票他 好不好 一块死 就是10是一个警长位 他是有一票半的权利的 先把这种有强权的人干掉好不好 但是10我现在在我这里 不算狼坑文 但是我这把肯定出意义的 谢谢三号选手 至此狼人阵营胜 我好亏啊 我不认为第一轮警长有任何意义 我止不太出来 我觉得要听预言这样的发音 不要带我 你在我这儿是可以啊 那好在我那儿 10已经当一个狼坑打了 如果你们不信我 可以怎么玩啊 很简单 把他出了 下把把我出了 行不行 三个人打一个还打不过 我觉得还是要看绳子跳出来 这七七二 我觉得忽略了一个点 就是第一天晚上为什么 没死人 错 我有技能 我是预言家 第一轮是不是没人跳 我跳这个是很做好的吧 我没有跟任何人对对跳 玩这个游戏怎么指人狼 一个绳子 第二个刀口 第三个上票 绳子有信息 刀口就是谁被刀了 那如果第一轮他起而不不跳的话 我们已经是优势了 对不对 就第一轮没有杀到人 他起而他也不跳 我们第一轮投谁 相当于我们白白浪费了一个轮次 那郎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的这个举动弥补了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